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谴责中国病毒等言论。美国众议院9月17日表决通过的这项决议,呼吁所有公职人员谴责反亚裔情绪,并要求执法部门对所有刑事的仇恨犯罪展开调查。自从疫情在美国蔓延,当地亚裔遭受攻击的情况激增。 这项决议案,由民主党籍华裔众议员孟昭文提出,以243票,比163票表决通过,党派立场声明,有14名共和党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投票赞成。 因为此决议案,仅代表由民主党居多数的众议院立场,所以不会递交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进行讨论,也不会提交特朗普签署或否决。 该决议并未直接点名特朗普,但提及他和其他共和党人使用过的煽动性词汇,其中包括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和功夫流感,并称这些说法加剧了社会的反亚裔情绪。 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表示,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同时,针对亚裔美国人和亚洲移民的仇恨和歧视也在蔓延,其中包括口头和肢体攻击,以及破坏亚裔店面等行为。 他指责特朗普,试图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人们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注意力。 众议院马克高也认为,共和党对决议提出的反对票可耻。 他说,特朗普正在助长种族主义,并煽动针对亚裔美国人和亚洲移民的暴力袭击。 特朗普经常他在竞选活动中,使用功夫流感一词,他试图由此转移人们,对其应对疫情不利的批评。 共和党人则表示,特朗普是把怒火转向中国政府,而非亚裔美国人。 特朗普在今年3月还强调,亚裔美国人是了不起的人,新冠病毒的蔓延不是他们的错。 几名众议院共和党人,说明反对这项决议的理由。 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看来,这只是另一个攻击总统的机会。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认为,该项决议荒谬,且浪费时间,因为众议院即将休会一周,而民主党人和白宫,迄今尚未能就额外的新冠疫情救济达成一致。 麦卡锡指出,该决议的核心是一个荒谬的概念,将病毒称作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等同于助长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党的人都不认同这种观点。 但事实是,结果有14名共和党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投票赞成决议案。 其中不少人即将退休,或者正处在激烈的竞选阶段, 例如印第安纳州众议员苏珊·布鲁克斯,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等。 反歧视团体通报了数以千计的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案例,尤其是在疫情爆发初期。 甚至在各个城市,为阻止病毒传播,而要求关闭所有餐厅之前, 中餐馆的老板们,已经立因为种族歧视,而造成的客源大幅下降现象。 今年3月,当被记者问及为何将新冠病毒称作中国病毒时, 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这根本不是种族歧视,他称其为中国病毒,只是想表达准确。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访台。 中国解放军发动台海军演,正值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访台第二天。 台美经贸交流升温之际, 中国解放军派遣多架次军机在台湾西南、西部、北部和西北空域频频骚扰。 此外,中国国防部9月18日对外宣布,在台海附近发动实战化演练, 市井美国和台湾的意味相当浓厚。 虽然军演内容和时间不明,但台湾军事专家认为, 解放军此举,对内宣传,对外立威的惯性反应恐是得其反, 更引发台湾明星和国际社会的反感。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18日在国务院发布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的记者,会上宣布。 今天开始,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这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 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后也发布新闻搞呼应认国强的宣誓。 发言人张春辉表示,该战区已组织海空兵力在台湾海峡进行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练。 检验多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 战区部队坚决履行职责使命。 有信心有决心挫败任何人。 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策划实施,台独分裂活动。 除了发布军演消息,中共军队还派遣军机,频繁扰台。 根据台湾国防部18日傍晚发布的即时军事动态显示, 中共军队共派遣两架轰6机。 8架歼16机,4架歼11机和4架歼10机。 共18架战机越过台湾西岸的海峡中线挑衅。 同时,也在西南防空识别区进行军事活动。 拉升台海紧张局势。 台湾空军表示, 一发现异常现象后, 除紧急派空中巡逻, 以及起飞战机升空应对。 同时,也以数次的广播驱离, 甚至采防空飞弹追尖行动。 根据台湾空军所公布的航计图显示, 越过台海中线挑战台军空防的解放军军机, 主力为8架殲-16战机。 直接由福建方面直冲海峡中线, 在中线地区徘徊飞行。 此外,伴随殲-16战机的分别是, 4架的殲-10和4架的殲-11战机, 也同步穿越海峡中线。 与较西南区域同步挑衅。 台湾国防部随后也透过新闻稿发布三点声明, 其表示对于台海周边海, 空情相关动态, 国军运用联合情间真的作为, 都能够及时掌握, 严密监控, 确保国防安全。 台湾国防部呼吁中国节制, 不要升高两岸的冲突。 这些军事恫吓的行为, 已经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 也离台湾人民的民意愈来愈远, 也呼吁对岸珍惜和平。 两岸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针对中国的军事恫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18日表示, 中国近来在台海及区域周边各种军事挑衅的行为, 无异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他呼吁中国克制, 中国作为区域的一员, 有责任为区域的和平稳定努力, 而不是成为区域单方面的挑衅者。 在此之前, 台湾行政部长苏贞昌和国防部, 已多次以麻烦制造者, 来形容解放军和中共军机的平凡扰台行径, 尽管解放军高调恫吓,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所率领的访问团, 18日开展其第二日的访问行程, 上午与台湾高层经贸官员, 包括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经济部长王美花, 财政部长苏建荣和陆委会副主委等人, 以针对台美供应链等经贸议题进行讨论, 为未来的经济高级对话, 先展开所谓的前期对话, 中午也与台湾企业界代表五业, 对象据称以科技业者为主, 显示美方高度关切科技供应链课题, 午后, 访问团进行重要的美台民主对话, 其中, 美方由国务院民主人全纪劳工局助卿戴斯卓, 国务院全球妇女议题无任所大使颗粒代表, 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 就目前区域人民与民主情势进行讨论, 随后, 美方访问团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 讨论台美双方经贸, 产业链问题, 并于晚间出席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官邸晚宴, 双方触及议题, 除了经贸外, 也包括印太区域安全等问题。 第三个新闻事件, 是日本新首相菅义伟, 举行首次记者见面会, 习近平李克强同贺。 日本时间16日夜9时, 日本新首相菅义伟, 举行了担任首相后的首次记者会见。 他曾在12日表示, 不希望与中国为敌, 他当选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致电同贺菅义伟当选首相。 在16日的记者会上, 菅义伟指出, 今天, 我受命成为内阁总理大臣, 在与公民党的联合政权下, 担负起国政的重大责任, 致力于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外交安全保障的重构, 以建立所有年龄层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要课题。 进入今年之后, 开始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 扩大这以前所未有的事态。 现在感染仍在继续, 也依然处在严酷的经济状况的国难之中, 因此绝对不能允许政治空白的存在。 为了克服时间, 迅速能让国民回到安心的生活中, 我们将继承安倍政权的工作, 并推进其进一步发展。 在9月16日的记者会上, 在谈及安全保障时, 菅义伟指出, 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 同时他也指出, 在推进自由、 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同时, 也要和中国、 俄罗斯等近邻诸国建构稳定的关系。 在9月12日, 与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公开辩论会上, 针对他的竞争对手, 前自民党大使长石破茂提出的以北约为参考, 建立亚洲版北约是更想。 菅义伟表示反对。 他表示, 不希望在亚洲制造敌人和中国包围网, 认为不符合日本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 是不正确。 他的不以中国为敌的观点, 受到中国的普遍赞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6日发来贺电, 他在贺电中指出, 中日互为友好近邻, 同是亚洲和世界上重要国家, 发展长期稳定、 友好合作的中日关系, 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稳定、繁荣。 双方应克首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 和四点原则共识精神, 积极推动构建器和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16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也致电祝贺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 表示中方愿同日方一道, 加强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 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第四个新闻事件, 是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推动马格尼茨基, 人权问责法案。 9月14日, 欧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视讯峰会后, 欧洲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发表年度欧盟盟情咨文, 强烈呼吁欧洲国家, 必须谴责发生在香港及新疆的侵犯、 人权行为, 并将提出一个欧盟、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的议案。 这是迄今为止欧盟领导人对反制人权、 侵犯者最正式的声明。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日发表年度欧盟盟情咨文, 提到中国时称其为竞争对手, 并谴责发生在香港及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 他宣布, 欧盟将提出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 制裁侵犯人权者。 冯德莱恩发表的咨文提为建立我们想要生活的世界脆弱世界中的活力联盟, 提出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后的经济, 气候变迁以及外交政策愿景。 他表示, 疫情的大流行显示了全球体系的脆弱性和通过合作集体应对挑战的重要性。 面对危机, 一些国家选择退缩到孤立状况。 另外一些国家则在破坏全球体系的稳定性。 全球体系已经瘫痪状态。 在外交政策方面, 他提到欧洲需要在全球事务中采取明确立场和迅速行动。 在提到中国问题时, 他表示, 欧中关系是当今最重要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关系之一。 冯德莱恩说, 从一开始他就说过, 中国是一个谈判伙伴, 一个经济竞争者和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 他向中国喊话, 呼吁在气候变迁方面, 履行对巴黎协定的承诺, 并以身作则, 就欧中长期呈现不平衡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冯德莱恩提醒中国在市场准入, 互惠和产能过剩方面有待努力, 并清楚表明, 如果中国不开放市场, 欧洲将有所行动。 他更提到民主, 及人权, 表示欧洲相信民主和人权, 并说欧洲虽也有例如反犹太主义等问题, 但是欧洲可以公开讨论, 而且受到法律保护。 冯德莱恩说, 所以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在何时或何的发生, 欧盟都必须对其表态, 不管是在香港或是新疆。 但是, 是什么使欧盟在捍卫人权问题上退缩呢? 面对不少会员国应与中国有经贸外交, 在批评中国违反人权行为时, 有所顾忌, 冯德莱恩也罕见地抨击这些国家态度退缩, 为什么连基于欧盟价值观发表的简单声明, 也会在其他动机的驱使下被延误, 删减或被挟持。 冯德莱恩称, 每当成员国就这些问题提出欧盟的反应太慢时, 他希望告诉这些成员国, 是时候救人权和对侵犯人权行为采取制裁, 鼓起勇气, 进行合格的多数投票, 为呼应欧洲议会过去多次要求应在欧盟境内, 进行欧盟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的立法。 冯德莱恩宣布, 将提出一个欧盟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的议案。 冯德莱恩指出, 无论是在香港, 莫斯科还是明斯克, 欧盟必须采取一个明确和快速的立场, 除了对全球事件做出更果断的回应外, 欧盟还必须深化和完善与盟友的伙伴关系, 这应该从与美国的关系开始。 冯德莱恩说, 欧盟可能并不总是同意白宫最近的决定, 但是, 欧盟将始终真是跨大西洋的联盟, 这已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 以及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 因此, 无论今年年中会发生什么, 欧盟都准备建立新的跨大西洋议程, 加强双边伙伴关系到无论是就贸易, 科技还是关税问题。 冯德莱恩强调, 欧盟准备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致力于改革共同建立的国际体系。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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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见。